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於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什麼?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晚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講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集帥網台版 今集是第六十八集 嗯,沒錯,六八 對,六八 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是阿騫 南瓜 是阿大王 今集繼續跟平日一樣 部分A就是科技新聞 遲些部分Buy就是有... 電玩新聞 一時撈不起來那個名字 你是不是想說Division新聞 沒有,不會 連續這麼多集Division 不過今天暫時看這條List好像又沒有 反而是期待阿騫 南瓜會不會帶領 或者基佬帶領他們幾個人 開個專題講Division 不過應該也不會今天啦 他也不在這裡 最熟的那幾位也不在 另一方面 這遊戲1.2又沒有出 對 那製作人又被人外掛在Live殺完之後 可能要想一下什麼 對 那他... 畢竟用戶人數都跌了81% 哈哈哈哈 其實數字上真的幾厲害 對 跌了81 兩個月而已 它是直job的 不是說斜線慢慢下 變了其實也有若干事可以談 但是就不是今天啦 始終人不齊 現在就先講科技新聞 沒錯 那首先開始就講什麼呢 那... 一個小小的溫馨提示 嗯 那現在就5月的日子 錄音的時候 那... 如果大家是對Window 10 這個免費upgrade是有興趣的朋友 那... 要爽手一點點 對啦 因爲呢 因為呢 他們呢 Window 10免費升級這個優惠呢 就上到去7月29號 就會沒有了 嗯 那... 另外一方面想呢 即是經常都不想上Window 10的朋友呢 那... 隔多一個多兩個月呢 那就不會再見到那些Lotus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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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營機構 甚至那些電視台都不用擔心 那你無端端在做一個節目的時候 有一個Window 10的update 上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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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不幸運,聽到已經過了7月29日,是不是好像要給錢升上去? 沒錯,要給錢的,最便宜的空版都要119美金,即是7塊港幣左右 如果是Pro版,我相信跟之前一樣都要1000多元 有興趣升級而未升級的朋友,就自己留意一下 但如果是不想升級,就被他煩住了,恭喜你一個多月就脫虎海了 好了,講完Windows 10,就要提一提消息給大家聽一聽 接下來好像你們要講有關Display Card的新聞 沒錯,好像藍哥有東西想買 不是,都是我最熟悉的那個又是不在 但是消息是很新的,都是這一兩天的事 NVIDIA,即是NG,這間Display Card大廠 就剛剛出了一個表演,就公佈了他們下一輪最新的Display Card 就他們的GTX1080,1070,甚至有傳聞是這個1060 但是現在出來有資料有實際的數字,就1080 都是他在台上,好像發佈會拿著一張卡出來給大家拍照的 像Mazing一樣,拍手拍半個小時 拍手拍半個小時,手很痛 其實這張卡其實是不錯的,我自己看起來是 如果好像他鎮得那麼厲害,就真的不錯 那現在是不是這支算是這個世代變 即是叫做新世代NG Card裡面最厲害的那張 現在這張GTX1080是旗艦卡來的 相信遲些都會出TI,看往直後 暫時以他Claim的這個效能,算是挺驚奇的 他沒有像坊間那樣傳聞,他那個Memory 就用那隻HBM 因為是新的那隻,沒有用到的 就用傳統的那隻GDDR5X 比之前那些更厲害,最熟悉的那個不在 我免得說那麼多 他在場面用實際的數字去跟你說 就是將GTX1080是會快過你兩張GTX980 SLI 就是大概1.3至1.4倍的效能 我看那個TV那個數字都挺驚奇的 推到9那麼多 給大家看那個數據 就是之前那張GTX980 就是去到5點多TV 其實都厲害了不少 另外一樣東西我剛才留意到 都挺驚奇的 就是他供電的位置 不是以前的8加6,只是8 一條8片就已經足夠了 其實這東西都挺驚奇的 我覺得旗艦卡 以前都要不少供電 起碼有些8加8 有些8加8 變了挺有趣的 另一方面最重要是他的價錢 就599美金 另一些版可能去到649或者699 有些改版的那些 那公佈就說 這個月底還是下個月初就會推出 其實都很快 很快 另一方面 為什麼大王剛才說 我有些心動呢 就是因為他 雖然沒有說實際數字 但是1070 全民是會以這個300多美金出售 379元 而他的效能 全民會說那個快的TitanX 他是這樣說 他是這樣說 TitanX就是上一代的卡王 但是那時候價位是不一樣的 我記憶中 兩倍以上 應該兩倍 連肌佬也有點牙痛 他也說到 連他也牙痛 我們看都沒有看 現在好像吹得很大 吹得很大 因為379美金 你對港幣 連同一些老場的價格 你當3000宗 3000多到4000 3000多到4000 可以去到現在這個世代的TitanX 我覺得有點誇張 是有點誇張的 那觀望一下他 看看他會不會 會不會有人有開箱 是吧 大家 看看你快一點 是吧 我還是說一句 我出了一量 都沒有買到 OK 但是 都 看到 如果出手 那麼闊出的話 第一 就是為了之後的VR 產品 他在公佈 都說了會支持 HTC 就是VR的3D眼鏡 沒錯 那當然 我不相信Oculus Rift 沒有跟他聊 這些事情 當然 一定有東西先夾了 應該沒什麼可能 完全沒有夾 這樣出來 兩邊自己發揮 不可以 那另一方面 就是 他這樣的價錢 做到的話 那 我相信其餘的廠商 都要想一下 怎樣去 對付N的這些 銀彈攻略 就是第一間 不是的 那間廠 一直堵打 好像是 好像說A技 會快要出新卡 是 但是 都是 不熟 這些 有問題 想討論的 你自己想吹吹區 找個professional 那個 對 機器不知什麼 那個 機器不知什麼 那些 你有什麼想召喚他出來 你最多拿什麼 魏糧 重口貼上去 就會召喚到他出來 你當他像魔法陣 要弄滴血上去 打機器召喚 你就有辦法 找到他出來 那 卡這個還有沒有什麼 暫時 都沒有什麼 因為 你說對比 甚至實測 都還沒有 公佈的東西 都不是太多 因為我只想說 如果吹路 比張泰坦X 那你買泰坦 那班 真的是情何以堪 升級 什麼 升級 升級啊 哦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悲劇發生 但是這個就留回 可能吹水區再一起 聊一下 因為現在 將東西其實都還沒有實際出來 好像岩哥這樣說 還沒有什麼實測 那些 那再聊 這個可以 好像電腦這些東西 就先講到七七八八 即是PC那些 然後來做幾件事 是關於 叫做Mobile Device的事 沒錯 之後出場 就有來自韓國的一間大廠 就是LG 但是正式說LG那件事 之前好像是不是 有些sidtrack的東西可以說 這個對消費者 是說十分好的消息 哈哈哈哈 是 又有什麼大時代發生 又有釘鞋 那就是講這間 這麼出名的公司 那間叫LG 那他早一陣子就出過那部叫做LG G5 是的 其實也還在出現在的旗艦機 出了一個多月左右 那他也都繼承了他的前輩的良好傳統 嗯 插水 對消費者來說 真是良好傳統 不過對這間廠來說 真是挺不幸的 是的 或者現在好像習慣了出來 算了我預計了一個月過後就完蛋了 一個月就完蛋了 那麼 完蛋了多少呢 那他剛剛開錢賣的時候 那個建議零售價呢 就五六九八 五六九八 OK 那現在 一個月過後就四四九八 是大鋪來的 還要送東西 還要很多東西送 他送些什麼 真的去到這些配件 還是給一個 不知道什麼的杯 那些大鋪經常都是送那些毛巾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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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買的那些配件又有 discount 那類的東西 那變了 就是 草賣草享受這件事 就在LG這個品牌上面 我都勸你 遲買便宜幾個 不知道幾個 現在 遲買便宜幾成 哈哈 這真的幾嚴重 但是LG 這些叫Side Track 就正式講 今天想提LG的新技術 就是 大家有聽開我們節目 都知道 講到LG 九成都是恥笑的 除了上次講G10 那時候就比較正平 那這次好像都是一些正平的東西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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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G10 V10 G5 對 不要緊 那說回LG 現在有個什麼外貨 想給正平的消息 就是 現在我們平常在市面上看到 很多電話都支援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 他們通常的做法是 有一個fingerprint scan 那些area 那你一定要按住 那部機的某一個位 譬如iPhone的Home 你如果是Sony LG那些 就是Power鍵 全部都特定一個位 有些人就會不習慣 就是要拿著一些位置 這樣做就不太方便 那現在LG 他就最新公佈說 研發了新的技術 嗯 這個技術 我又看到 看起來好像真的不錯 如果他做到就OK 他就是把那個fingerprint scanner 就覆蓋了整個螢幕 螢幕的area 你把手指到螢幕那裡 他就會認識到你了 嗯 如果他真的做到的話 就不需要 好像現在這樣 要特意找個位置 放下去 嗯 因為現在其實那些螢幕呢 就算iPhone也好 是Sony也好 Sony也好 你Sony那些叫做 拿著 或者好像LG那些 拿著 Power鍵 就是本身要按螢幕的位置 按著 但是iPhone 其實有時候 它是不Power鍵 的位置不同的 變成你要移回手指 到Fingerprint 有時候就麻煩了 但剛才你聽到好像 在旁邊那些好像很方便 但當你放在桌子上面 就很麻煩了 是 所以坦白說 就算是用Power鍵 還是Home鍵 都總是有些情況 你會覺得很麻煩 解不出鎖 但如果你現在真的放在螢幕上 是非常方便 而且你拿出來 又很符合人體工學 都是的 如果它做到的話 方便起上來 你就算 Double Tap 甚至你只是用一些Gesture 去指紋解鎖都OK 但我擔心的是 如果是看整個螢幕的話 例如有些 我們經常都會試到 就無緣無故跌了一部機 裂了一些螢幕 會不會對它有些影響 就是這樣 真的要出來才知道 真的要出來才知道 現在它自己claim的那個數字 就說它錯誤的率 就非常低 它說只有0.002%是會認錯的 都算一個挺好的數字 通常我猜它這些 就是剛剛研發這些東西 都會放自己的機器那裡 可以預期下一部 例如G6這些機器 會有它這些技術 如果弄得切就可以了 可以放下去了 當然 又可以搞人Gest說一下 以前 其實 上網 有些人在Android機上 自己弄一些App 玩過這些東西 就是用屏幕 來解鎖你的手機 然後就弄得 開機很像 好像Adventures那些機 把手掌放進去 你把手指放進去 然後機器就會震震震震 然後就解鎖 有些人就覺得 哇很神奇 現在這個螢幕可以用來解鎖 當然 立即有些朋友就在下面 應它 這些朋友說 其實你不要傻 這個螢幕是給你看的 其實它是讀不回你的東西下去的 目的就是放下去 等一部機會震震 你自己感覺它震震的一下就開了 純粹是弄一個爛撞的 好像很有型的解鎖 搞笑的那些 但現在就叫做 那時候搞笑的東西 LG真的做出來了 這個挺期待的 聽說真的挺方便的 沒錯 LG好像又講完它的跌價新聞 或者技術性調整 用回這個字 又講完它的新技術 接著就要講一下另一間大廠 大家非常愛戴的Apple 那好像它 是不是有一點點 Woolmas又想拿出來談一下 其實就不是很 即是怎麼說呢 因為阿騫哥你平時就說 不是喜歡太多 不喜歡說Woolmas的東西 但這次的Woolmas就是 回應到其他東西 有一點點花生吃 這個純粹是花生 Woolmas這些東西 看過就算了 是不是好像 太貼了 不如說一下新的iPhone有什麼Woolmas 之前推出的最厲害的是 現在新的iPhone iPhone 7 是沒有3.5頭的 沒錯 變成以後就只有Degital 在Nightning出聲 那現在的Woolmas又如何 那最新的Woolmas 就說那些人流出了 iPhone的底板 是有3.5頭的 對 結果呢 新的iPhone是有可能有3.5 始終未發佈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有些廠 之前就信了這件事 很明顯 趕快出了一部 沒有3.5頭的Android機 那間就是 現在香港經常聽到 有一個樂視的那部電話 那一部不知什麼NAS 不知什麼手機那部 那一部 對 那它就好像 好像 iPhone iPhone那些 就 過幾星期前 就 發佈了 它們最新一部的旗艦機 嗯 就只是用 USB Type-C 用來做 Audio Out 對 就沒有了3.5頭 嗯 跟車太貼 對 對 跟車太貼 是會炒車的 跟車太貼 會炒車 不過雖然 說是恥笑 那樣 但是其實 那些廠商都 本身打算推的 這件事 就是Intel 它是打算 都搞了一份 即是用USB Audio 來做主打 嗯 不過從時間上來看 樂視很明顯 是沒有想過那麼多 有Woolmas出 那就馬上跟了它 那些 Intel那邊是up 其實那些東西都還沒有放出來 是啊 而且 Intel也是up 而已 它自己說 放棄Mobile市場 不再出Atom 那些U 給電話用 這樣 你又不知道Intel 是不是在打開口牌呢 不知道它 那就 不過又 一個Woolmas看 假設 我不知道 不要假設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會感覺到 以前流出來 沒有3.5的 那些 所謂Woolmas 到底Apple想試 其他廠 還是純粹想擺出來 試水溫 看反應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自己想 這些就 這些陰謀 大家自己量度 或者我記得陰謀 回去禁拘666那邊 大家討論一下 禁拘666說iPhone 對 到底 為什麼它要曾經說 沒有3.5頭 不是 我聽過一些陰謀論 說iPhone是特地裝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硬件 進去 設定 一個年期一定會壞 甚至我聽過一些維修的 客人在說 就是 是不是iPhone 經常裝了一些 追蹤軟件 設定 都有一些 Urban Legend 這些東西 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出了iPhone 5s 就是剛剛有Touch ID 那些 然後那個狗機那裡 他弄了那個 奧巴馬打電話給Tim Cote 我要全美國人的finger print No problem 明天就會發佈iPhone出來 這個挺有趣 這個挺搞笑的 有沒有陰謀 一半就不知道 3 3.5 三角形 三角形 很多東西可以再說 你是不是想多的東西 對 3.5還有一點點 三角形中間還有一點點 我不玩了不玩了 我想起那首歌 哪一首 歌手三角 Sign 不要唱 不要唱 不要玩這種東西 一唱我真的 我歌牛本身就不是好 喉嚨不舒服 唱完真的嚇走了聽眾 就無謂了 接著手機硬件的東西就硬完 講完差不多 接著下來就講回 我有時候節目都應該會留意一下 不同的電話商沒有什麼計劃 沒錯 看看有沒有什麼值得用的計劃 或者一些不值得用的 看成大家 但今天軒哥好像找到一個計劃 我看過那份Document的字是挺有趣的 平時有些不是說中港兩地跑的一些數據計劃 但今天玩的範圍覆蓋很大 玩到中港澳台 越拼越多字 其實都是那間公司的 中國移動香港的 他就升級了他的數據計劃 之前他也是說香港和大陸都可以用同一個資料計劃 可以在大陸上網和香港一起上網 扣同一個數據計劃 這個也挺方便的一個功能 他現在延伸了去澳門和台灣都可以受惠 價錢方面最便宜的計劃是168元只有1GB 還要簽24個月 其實你要預算它貴 覆蓋範圍不大 覆蓋範圍意思是說不用再額外給漫遊費 對 不用漫遊費 這個價錢就可以用到資料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計劃 如果想再高級數點 收費如何?有沒有顯示? 我先補一補 這些是24個月的計劃 最便宜的1GB是168元 3GB是228元 如果6GB計劃的話 就288元 最高的10GB計劃 就418元 其實6GB應該是最便宜的 對回其他台的6GB、8GB計劃 好像差不多價位而已 其實你拿6GB來對就好像挺划算 另外幾個計劃除了就好像感覺上沒有那麼划算 因為你看回無論數字台 Smarttone 那些4G計劃 5GB都是這樣的價錢 200多300元左右 因為我現在好像6GB計劃 價錢好像更貴 剛才這個10元還是20元左右 我是三個英文字那間 所以如果 就算你不是為了跨境這個功能 你純說價錢來說 這個台是不貴的 其實就 6GB真的可以 但是它的速度 4G 我不可以 我現在有一張卡是它的 速度 不說速度 說它接收的範圍 其實就比三個英文字幕那個差一點的 始終那個大包圍了 對 但是就看你什麼位置 如果在香港那一邊的話 就中移動會差一點點 即是香港島那邊 對 如果你是在近新界那邊的話 中移動會可以的 對 那這個有興趣的朋友就是 自己留意一下 對 因為有朋友都 經常在香港深圳兩邊走的 那他們都是用一些 鴨尿街買處的卡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那些一卡 一機兩卡 那些 雙卡機 那如果你說這些計劃 是比較方便的 不用你經常換來換去 那之後 不用交毛面千人劍這樣 就是這樣換卡 對 雖然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跨境 用處的卡 一定是最便宜最多的 不過已經很煩的 那些東西 你要來不可以出去買工具 煩一點 煩一點 你現在叫做 交月費給他 或者什麼 做自動轉帳 你每個月不用煩 那 沒有 已經看你自己想怎樣做 有什麼不明白 就去電訊商問一下 好 那好像最後一單 都來到我們科技新聞這裡 沒錯 那這單東西 挺有趣的 一看這個名字 就想 以前強國就曾經有很多 叫做 Network Driver 一次過出來了 那些所謂雲端的 硬碟 Driver 儲存空間 但現在 軒高環為 好像儲存空間 開始有一個 倒閉潮 就出現了 沒錯 那其實就 好像 怎樣說 起就起得快 倒閉就倒閉得很快 由3月開始 原來都倒閉了不少 Network Drive 大陸 分別有什麼呢 有一間叫UC 有一間叫金山 金山都沒有 對 新浪 都是沒有的 到5月 就有一間華為 都是倒閉的 華為也倒閉嗎 對 那現在基本上 剩下大的 我沒有記錯 就是8度 還有那個叫360 不過360 大家自己小心 那 祝你好運 那些 我今來有認識 電腦說 哎呀我裝完這360 防毒 不知道這部機器 好像遭殃的東西 救命 對 然後有人剷 差不多要進去 save mode 那其實呢 為什麼倒閉了這麼多呢 還有講漏了一個 騰身和115都倒閉 115都倒閉嗎 對 很多人用的 沒錯 那為什麼倒閉的原因呢 就是 上面下了order 原來 就說裡面太多黃色的資訊 那些什麼 他們監管不了 就是每個人用來放甜的東西 或者用來放反中亂講的東西 對 放些什麼我們就管不了 那索性就倒閉了它 是不是又 因為很多時候 好像有些用來運回上大陸的影片 那些什麼暗角 不知道什麼 七個素人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 那些東西 都好像說用這些drive 去放上去 那些資訊 對 有時候外國外國 他們不想看到這些 被禁的資訊 都是放在一邊 但是我對 強國的 Neverdrive 一個印象 就是他的Client 就跟獨無關分別 而且是非常之麻煩 因為Google Chrome 少要按下去 馬上會彈了紅色畫面 就說 你現在很危險 快點back to safety 這樣回頭 沒錯 所以又 都小用為妙 其實 同一時間 即是他3月那時候 說說倒閉 那些 那些 有數據出來了 四月份的 外資硬碟銷售 就比之前同期增長了200% 每個人在買普通的硬碟 即是抄走AV 不要被強國掉了 那WD 不如趁勢減價 進入強國市場 對 之前就跟那間紫光傭 被紫光收購了 剛剛好又是紅色企業 可能他們之前計劃好 這些計劃 都是計劃 又是arranged 是的 那些新聞很可愛 經常發生 聽起來又有一點 支爆的感覺 我不知道 有那個feel 我知道兩件事差很遠 但是 一聽起來 那個反應是這個 沒有的 如果你正在用 那些 行動的 網上儲存空間 現在好像只剩下8度 但是8度 我有時候 按過別人的連結 都很麻煩 一來速度很慢 那些東西有時候 又未必能夠下降 你要速度快 就要安裝他的客戶 但是你只要安裝了 那些百度的東西 在這部電腦 用你的browser 本身就好像 中門大開 晚上睡覺不關門 那樣 厲害VM 對 自己 好自為之 不過你講起 Web Drive 我又想起那宗新聞 Google Drive 他未來 Web Hosting 即他不可以 給那些file 直接連結出來 因為他 很多人用 書有問題 很多人用 或者什麼 扯到他很大問題 按扯得很大問題 對 變成你不可以 Web Hosting 你不可以用Google Drive 來使用 那大家留意一下 沒機賽 就7月左右就會減 其實現在的Network Drive 即Google Drive 那裡 要找一條 Public Link 都很難搞 是 因為我有時候 好像 我們主業 以前用Google Drive 裝置MPV檔 我想整條 叫做Public Link 一條Direct Link 然後可以做個Player 然後在主業上 線上播放 但是我整來整去 我都找不到的Public Link 變成最後 所以才用Jobbox 現在這樣做 所以其實它又 叫做現在 我覺得它是正式宣佈 之前其實它 收了一條Link 你找不到 但是現在 就更加無法搞 如果有這些需要的朋友 或者真的要找一個 Web Server去做 應該 再不是 現在暫時只剩下Jobbox 應該 Jobbox 你是要付錢 才可以 多Gb 如果不是 它原本 只有幾Gb 那這些 各位自己 先看著 沒錯 自己看著 留意一下 有什麼 就像自己強過人 買HardDisk 回去裝著 OK 那不玩了 好了 Part A的科技新聞 都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Part Boy 就會有電換新聞 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科技集積網台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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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